來 介紹今天的兩位 首先介紹的是 純友宜好友 歡迎 接下來介紹是 隊友好給力 好給力 第三組結合熱情姐妹 冠軍還有七星 歡迎收看 歡樂製作親 介紹的大公 今天是跟運動中有關係的 對 今天都是好朋友 是啊 我們河美最近不是有這個 果汁磊嗎 果汁磊 果汁磊 艾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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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醫生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兩個其實都是華蓮的 華蓮人 華蓮人 而且我們有共同的興趣 就是我們非常喜歡 一起的 樂炮 對 樂炮 好怕 樂炮啦 我們是超級好的 我跟你講你沒有開玩笑 對 有一天謝忻就在跑公園 他說今天晚上夜色喝嗎 我在這個夜 夜跑 你知道嗎 有時候你常常是沒有檢查 他就真的跑出那個磁磊 那個嚴重 有磁磊 我們是單純的磁磊 對 我們很喜歡約跑 但是我以前 我覺得他有點怪癖 他都喜歡約很晚的時間 以前我都是約那種 我自己跑的話 可能就是早上或中午的時間 就是可能睡醒 然後沒有多久就進去跑步 可是他會約晚上半夜的那種 他都晚上出外景嗎 很奇怪 我想說 他是不是因為主持鬼屋主持久 他喜歡晚上的氣氛 是不是有卡到之類的 是這個意思對不對 可是江振愷跟李懿 我們之前是因為外景 我們外景很常一起遇到 因為外景有時候 我們要分隊友 不會選女生 像如果現在現場的女生 我一定會選他 是嗎 不是選短金嗎 好不好 沒有 好 怎麼同男 公男講錯誤 沒有 我希望這一盤跑跳碰 因為有些外景有錢 有錢 對啊 然後美的肌力很好 但好像和美單小 但那時候我就看到李懿就是 因為他號稱是叫 他其實內心裡面是個小男孩 對 那時候大家都不看好我選他 結果我後來跟他幾個外景 選他之後 他幾乎都是過關 可是我必須說 我有點後悔認識他 因為我這種跟他同隊 我這種跟他就是比較熟了之後 因為一起外景嘛 可能我知道他有在運動 我有時候上節目 都會問他一些運動的東西 說你覺得我要怎麼練才會怎樣 練背啊 練 殊不知他把這個 當成自己的一個你知道天使 我覺得我就是要把李懿好 他時不時就會一直叮嚀我 我就直接賴他 你要吃什麼 然後你要做什麼運動 你今天做了沒 你今天菜單做了沒 然後可能錄影來到現場 他就會說 我看一下你屁股 你轉過來 對啊 你練太遠了 講你 講屁股 講一段奇怪的 屁股最近有一點 最近是不是偷懶 我就覺得我壓力很大 你就是要當他老婆有多可憐 對啊 那時候他老婆坐一月子 叫他每天就爬25層頭蹄 對啊 可是他老婆也很感激他 因為瘦很快嘛 是 比如說像現在冬天 明日吃鍋的季節 他就說冬天要節食 不然夏天就完蛋了 然後就會傳訊息提醒我說 我跟你講 你每天把自己要吃什麼 就傳給我 所以我現在都吃得超健康的 我跟你講 這是確實的 確實的 因為營養師說 你冬天如果沒有燙 夏天就會瘦 對 對不對 對 應該是這樣吧 因為你冬天都吃成那樣 對啊 我就怕他又偷懶 又騙我 我就說 麻煩你穿一套緊身衣 拍給我看 有沒有 這個有點變態 不是 你們也是在節目中認識的嗎 沒有 我們是隊友 因為我們是那個 中信兄弟啦啦隊 所以我們同期就感情很好 對 兄弟啦啦隊 對啊 就是熱情啦 奇怪 兄弟的都那麼高 樂隊都很高 特色不一樣 對... 今天三組運動風嘛 三組那麼好朋友 我倒不如來玩個 爆爆熱血儀 對 好害怕喔 好害怕喔 來 爆爆熱血儀 今天第一棒就從Eason開始好了 好害怕喔 因為這會能到這兩個女生決鬥嘛 是喔 對 為了要廝殺喔 好 第一題 請出題 請問吃哪一種食物的組合要小心 容易造成消化不良呢 很難喔 1 漢堡加可樂 2 牛奶加橘子 3 螃蟹加柿子 4 豆腐加菠菜 5 牛排加紅茶 6 糯米加榴槤 1 3 2 你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一定不是5 我覺得是2耶 牛奶加橘子 因為這兩個感覺都是很含性的東西 吃下去會不會落塞啊 感覺是農民地後面會出現的 對 好 我選 我的答案是2 牛奶加橘子對火獸 1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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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是哪一個 第二題也是一樣喔 如果打錯是噴兩個喔 如果是農民地的話 柿子螃蟹是不是也是啊 對 我覺得 就是農民地後面 柿子加螃蟹 我記得吃了會大過敏 對啊 是不是會不好啊 我覺得應該 農民地 農民地 對 好 我當然是3 螃蟹加柿子應該是 兩個都要噴了喔 不行的喔 螃蟹加柿子對火獸 1 2 1 2 2 好棒喔 董人機 謝謝 對 我覺得前面幾個答案 感覺都是菜單上會出現的 但是那個 那個榴槤是甜的 然後糯米 糯米感覺消化會很不好 對不對 對啊 就是感覺黏黏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我覺得應該是6 6嗎 決定選6了嗎 只噴一個啦 不會噴兩個 只噴一個 糯米加榴槤 對火獸 5 晉晉要靠近喔 靠近... 2 Eason Eason你過關就吃他們兩個囉 天啊... 你趕快點回來了 我直接覺得是4人 你覺得呢 我直接是1耶 1 似乎參加到我 漢堡加可樂 你選... 1 1好不好 我選1 漢堡加可樂 漢堡加可樂 對火獸 好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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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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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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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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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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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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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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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排加紅茶 紅茶的茶鹼裡有柔酸 那牛肉是蛋白質 對 那這兩個結合了以後呢 你腸胃乳動會變慢 就變蜜 所以你會變蜜 哦 那個螃蟹加四指農民釘 可是我以為農民釘那個是會中毒 結果不是 他們其實以前講的中毒 不是真的那種中毒 可能到我們演變成現在已經是一種 消化不好 脹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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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牛奶加橘子也會消化不了 對 因為就是 果酸跟那個維生素C相遇 然後會凝固嘛 凝固你在裡面就是 肚子會覺得脹脹的就怪怪的 那漢堡不用講 你吃完喝可樂會 對 很脹嘛 蛋白質加澱粉的組合 漢堡本來就蛋白質跟澱粉 然後可樂是碳酸飲料 所以你喝下去 你的胃的消化功能也會變 對的 好 馬上換人來請 哇塞 短筋你死定了 第二題還是短筋先發 好 最後可能會 如果順喪會變成 Eason跟李懿的對決 好 來 第二題 請出題 來 計時開始 來 轉金 我覺得是4 你覺得是4 對 可是我記得 好像小孩子也能開戶 我只是要父母同意 要不要去夜店一點比較簡單 好 我們就選 就選一好了 去夜店 對 對 活錯 有關鍵嗎 好 18歲就可以去夜店 可是你要 今天應該說你滿18啦 滿18歲 Eason 可以做的事 是不是參加公投 18歲就可以了 18歲參加公投 是嗎 好像是 18歲 還是20啊 有一個是20囉 沒有 有這麼簡單的問題 他要去想到這麼難 當兵是18嗎 你不知道 你不是 參加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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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我答案是 6 參加公投對活動 Eason 對 他很像是白人 你當兵是幾歲啊 應該是當兵吧 18歲啊 這... 對 我當兵 有18歲當的 當兵... 對啊 你是不是在退伍 沒有 我們在看 應該是結婚 我覺得當兵啊 我們先從當兵好不好 你確定16歲不能當兵嗎 國中畢業去當兵嗎 還是結婚 有軍校耶 結婚耶 結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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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 我們先結婚 18歲可以結婚 我結婚了 結婚對活錯 結婚 結婚 2 好可憐 短筋 怎麼辦... 短筋給你選 來 你哪一個最有自信 考公子嗎 短筋扛了啦 18...不是18 2 短筋 結不起來了 2號 她的2號 真的嗎 嘴巴閉姐喔 考公子對活錯 你要靠近喔 你要靠近... 你要靠近... 沒有 沒有靠近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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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靜... 不是噴醫生就禮藝了 醫生可以去當兵嗎 好像不是 16歲是不是 可是有些人高中就... 高中沒有念完出去 沒有讀書的人就可以去了 所以是銀行開戶對不對 對 銀行開戶 好 而且那是4號 你們兩個都要靠近喔 不好會 銀行開戶對戶錯 給我賓錢 給我賓錢 你...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我跟你講喔 他們一直在思考那個陷阱 當天是所謂的義務 對 你講的那個十次念士校的 十幾歲就可以念士校 對 你念國中就可以去了 但是一般說 真正我們要服刑義務 一定是18歲以上 滿成年 不過行政院在2020年 修法了 這個2023年也是後年啦 1月1號 我們現在播大概已經是 2022年 對 只要滿18歲 都可以獨立行為 上述行為 因為以前 以前的成年人的規定 是有分民法跟刑法 民法是規定要滿20歲 刑法才是18歲 那剛剛為什麼銀行開戶是... 銀行開戶是要滿20歲 因為銀行開戶 這個算是偏民法的部分 就是因為它是有一個 關乎到你的金流嘛 然後還有包括貸款啊什麼的 可是我們說以前念書的時候 學校有說流行要儲蓄 對 那是因為 那是因為你20歲以前的開戶 是你要有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有爸爸媽媽幫你 你記不記得我們... 我不知道不同年代啦 我說我們念書的實體 常常有說流行要存錢嘛 在學校什麼要自己開戶 但不能自己買手機租房子 簽契約 開銀行帳戶 現在嘛 現在就是說 你未滿20歲的 就在民法上不是成年人 然後你不能自己買手機 意思是辦那個月租費的那個門號 因為要簽約 他18歲不行啊 對 因為你民法要... 對 民法要20歲啊 可是現在就2023年之後 這上書都可以了嘛 辦手機啊 對... 就是以18歲 就已經民法從20歲就拿掉了 就大家都以18歲為主 對 好 這樣大家了解了 好 來 請換人 只有Eason 我那麼欺負到 現在李懿還沒被噴嘛 剩李懿喔 可是剛剛被噴就Eason啦 對啊 何美開始 好 來 請出題 請問哪一些詞彙的用字 是完全正確的 這種可能走不到最後了 對 來 1 穿流不息 2 自暴自棄 3 甘拜下風 4 走投無路 5 天翻地覆 6 快置人口 有5個是都寫對的 但是只有一個選項 它裡面有錯字 有字是錯字 你要挑出那個有錯字 不要選他 對 來 何美 我跟你覺得是快置人口 第一個反應 你覺得呢 我覺得穿流不息 應該也是正確的 好 那不要多聊 你意思講答案給別人猜 不要多聊 不要多聊幹嘛 我們選1好了 所以我們有把握 好 選擇1 穿流不息對話說 好可怕喔 第一個錯要噴兩次 蹦 好可怕喔 我剛本來想選快置人口的耶 對 你覺得咧 好啊 我覺得快置人口 我覺得是OK的 有可能 我覺得應該是OK的 它不可能是那個 跑得快慢的快啊 字也是那個自首可熱的字啊 對... 應該是合理的吧 快置人口 對... 好 那我們就選6 答案6 那既然有這麼多答案 為什麼選一個字這麼難的 對啊 說不定刀字編得快 糟糕要噴了 要噴了 不會吧 噴兩個... 快置人口對或錯 要噴了... 林毅選的喔 好 林毅看見了 林毅 好 答對了 這個字是對的 來 短筋 短筋 我覺得是自暴自棄耶 因為至少字面上看起來 沒有問題是不是 對... 我覺得四個字都是對的 好 那就... 那就短筋選 就是2 2 自暴自棄 對或錯 你覺得是對嗎 有可能... 短筋 沒有... 好... 欸 改變了 手頭無路 應該是完全正確的吧 我也覺得是 他不可能是頭過的頭 不是那個頭 一定是走... 對啊 走走無路 這個最常見的 好 我們選4號 是嗎 確定嗎 有那個確定的天翻地 走投無路 對或錯 對 對 對 你好大 我還怎麼樣是 哪一個啊 天翻地覆耶 那個覆是那個覆嗎 天翻地覆 甘拜下風 那個甘是那個甘嗎 甘拜下風嗎 甘心啊... 我甘心了 我甘願了 甘拜下風 你覺得 我現在沒有辦法思考 甘拜下風 拜 甘拜下風 天翻地覆 應該不會是 應該是這個甘吧 對 還會翻於天翻地覆 翻跟覆地覆 我覺得那覆有問題 我覺得覆有問題 我也是覺得覆有問題 甘... 你怎麼懶了 是 那就甘了啦 甘拜下風 好了 衝了啦 1 甘拜下風 完了... 來 兩個對... 往前瞄 短筋你要靠去 不然他的套 這個真的會怕啊 甘拜下風 對或錯 短筋要靠近了 短筋 短筋 對 好 好 好 沒有 注意聽啊 注意聽 因為拜是那個拜拜的拜 不是甘的問題 你知道嗎 對 甘拜 甘拜合紅嘛 對 甘拜不是拜正下來 甘拜很... 對 我很甘心 然後我拜就跟你敬拜 是佩服的意思啊 佩服... 輸的是五體投地 甘拜下風 這個是我拜下的那個拜 我自己覺得我不如你啊 李懿 那個眼鏡可以用掃窗的嗎 你眼鏡可以拿起來 我現在是很有型 很老實話 你瀏海整個那種... 超時尚 你瀏海整個被那個風炸高了 然後剛好 不是說胡瓜 因為光臨定型了 你看 太好了 超涼 其他都對的啦 穿流不息 其他的字都對的啦 因為他很容易寫錯 他可以看一下那些字配料 字報自己有時候寫那個爆炸的爆 我這邊的爆 所以他那字不分清楚的話 會常常會寫錯字 對 這是過河口味的 對 有些吃到的 你讓我換一下嗎 來 換一下 來 江振愷第一棒 第四題了 現在獎金是15萬 12萬 大家加油 第四題請出題 請問下列哪一些市場中 常見的貝類 他其實是生活在海水中的呢 1 隔離 2 淡菜 3 鳳螺 4 鮮仔 5 牡蠣 6 九孔 請坐檔 Herry 先好了 我覺得淡菜吧 最簡單的 淡菜 對啊 淡菜 紅湖淡菜 其他不要討論 其他不要談 海水產 淡菜 對 淡菜 那我要選2 2號 淡菜 對 或錯 恭喜 短金 那個海水是深海的意思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蛤蜊可以 因為蛤蜊會吐殺 好 那我們就要選蛤蜊好了 蛤蜊 1號 應該叫什麼 蛤蜊 蛤蜊 現在叫蛤蜊 這一定叫蛤蜊 他聽在五尾 蛤蜊 對 或錯 怎麼搞的 我覺得應該是九孔吧 我剛剛一直想說是九孔 因為我們在花蓮那個海鮮餐廳裡面 所以必點的就是九孔吧 對啊 它在海裡面的吧 對 請拿牌子 我們的答案是 6號 九孔 對 或錯 像是你 像是牡蜊吧 牡蜊 因為我們出 我跟瓜哥外景的時候 到南部才有一個 對啊 牡蜊有個網子 對 要給人家就是去爬 給牡蜊吃的 而且那邊還有一個什麼 很有名的叫海牛 對 它只是長在海的沿岸邊而已 是 來 請取牌 2 1 2號 我要5 5 妳在中間 不是 我要決錯 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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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語瑞症嗎 Yeah 短情拿來對這盒血 短情 短情我覺得是鳳螺 只要在海場店 都歸類在海水 可是4號是那個 保健食品會用的耶 可是... 對... 可是鹹晶那個藍 不是很在淡水抓得到嗎 我覺得是3耶 怎麼辦 好可愛 我覺得是3 怎麼辦 我相信海產店 你確定 我覺得是海產店 那個妳把5號牌倒下來 妳先把5號牌倒下來 剩3 4可以選 所以希希選擇什麼 對 我選3 我選海產店 短情妳靠近喔 短情加油 希望你們兩個感情不會絕影 中螺對或錯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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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那個... 險經問妳就知道啊 我賣過險 妳在花蓮壽風箱是淡水 對 東京寫開 東京寫開 綠莎魚生長在這個... 蜈蚵 對 鹹仔 蜈蚵嘛 對... 蜈蚵生長在淡水 蜈蚵鹹小口 對... 總不是說蜈蚵鹹小口嗎 蜈蚵反而是海水 蜈蚵比較小顆嘛 顏色比較黃 是淡水 所以海水洗內褲 不是越洗越鹹的嗎 對 蜈蚵鹹小口 好 互換 謝謝 還有哪個號牌 你還放在... 醫生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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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這樣 如果只有江振愷跟短情沒有 所以醫生生氣一點 1 2 3 4 你撐過去就他們兩次了 醫生扛了 第五題了 請出題 我們真的是... 來 請坐答一聲 你們常常旅遊的 對 而且我爬過 不要討論別的答案就好 我爬過台東嘉明湖 它是真實有福的 準備 我是在做夢 好 六號 我選擇六號 嘉明湖對貨搜 不用殺了 醫生 對 醫生 小心 他哭了 他哭了 怎麼那麼放大 藝哥... 應該是基隆騎人湖放好 加一份喜湖就出名的便當嘛 不帶湖嗎 不要討論別的 他討論別的 基隆騎人湖應該是有湖的吧 我其實不太確定了 怎麼辦 真的假的啦 那我們選個桃園龍潭大池好了 你不是桃園人嗎 對 桃園人 我們選個龍潭大池 3號 龍潭大池 最後數 耶 晚禁 嗨 應該是1對不對 我記得基隆那邊 有個基隆大橋 但是我是沒聽過 我建議你選別的 3號 那就奮起湖便當好了 那個5號 因為他的便當很有名 所以應該是真的有一個湖 你要跟著湖走就對了 對 好 因為這些地方我都沒去過 沒辦法 好啦 請句好 嘉義奮起湖 對話說 真的嗎 奮起湖根本沒有湖 沒有湖啦 對啊 奮起湖是因為台語那個閩南話 只要兩個山 山當中比較低窪的地方 凹陷處那種山凹地 台語就是湖 所以他奮起湖是那個台語的翻譯 那他那個地方其實沒有湖 是變得很有名 他是往阿里山中間的一個站 對 對 你要往上阿里山中間 那裡面還蠻好的 有救火車頭 對 他是噴起湖 他本來叫噴起湖 對 他不是真的那個湖 然後就叫翻譯就變奮起湖 基隆情人湖 剛剛是誰舉的 那李懿 有 我本來要選起湖湖 去過嘛 對 就嘉明湖常常看人家潑照嘛 對 超美的 超美的 可是他的海拔也是都要幾千 三千多 三千多 他是百月 他是很 算男的百月 但他有時候會沒水對不對 沒有 他一直都 中年都有水 可是那個積雪融化以後 對 可是很多人爬著 爬著就缺氧 對 會有一些高山症 對不對 對 所以要帶那個向導 一起爬 一定要 不要覺得說這個大家拍照 應該很簡單 沒有那麼簡單 宜蘭的翠楓湖 對 因為翠楓湖是台灣目前最大的高山湖泊 對 在太平山 花蓮七彩湖 花蓮七彩湖在那個花蓮的 花蓮的萬榮鄉跟南投信義鄉的交界處 對 然後因為它那個日光照下去的時候 反射湖面會有 像七彩 對對對 就因此而聞名 但它一定是有湖泊嘛 才會反光 好 終於噴到東西了 嘿嘿 有換西西了 第六題 第六題 來 請換 好 現在是第六題了 其實我們也可以有不同的玩法 對 怎樣 我覺得先出題目吧 真的嗎 就舉手把那個答案找出來 如果可以的話 你找出答案 蠻勇敢的 看誰敢答 我覺得這個就是不對的 你反而找錯的啦 沒有 三個人都沒人舉手 我們就照正常順序找你 好 好不好 這是最後一題了 好 如果那個人猜中 就是直接加十萬 真的嗎 因為其實你知道你猜錯 你要六選一很難 可是沒猜中就是 直接就噴了 直接再見 噴你了 我們也就繼續走下去 好像可以耶 反正這樣他們要怎麼拿錢 對啊 而且有十萬可以衝一個 一樣啊 十萬沒有的 接下來就四萬四萬 對 題目先看 準備 如果覺得說我很有把握 就舉手 沒關係 第六題 請出題 刺激耶 請問吃哪一些水果 有助於誰 真的嗎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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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要我念完吧 一 蘋果 二 酪梨 三 木瓜 四 鳳梨 五 香蕉 六 枣子 有沒有人勇氣舉手的 沒有的話 所以要選一個不能幫助的 對 就直接命中說 Harry 抽了啦 抽了 現在不是選嗎 這個這六個大概有一個是不能 有一個是沒用的是不是 你就選一些 等一下 妳沒有舉手 不要討論 要不要舉手 沒有人舉手 我們就往下走了 六個都可以舉喔 不一定是要前面或後面的 Harry 舉了啦 Herry 男人就上去 Herry是男人就舉 你們是提到我舉 其實我不舉啦 超人 帥 帥 等一下 他如果直接就命中 我要噴兩位喔 對 沒錯 加十萬 你加十萬 然後Jerry結束 我們就直接結束了 好 好好刺激喔 這完全不能的對不對 對 好 因為一天一蘋果 醫生有點有 它是 等一下 你不要 我覺得你不要討論 因為可能是不是 很有關係 對 你不要討論 那我可以跟他討論嗎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我是覺得是香蕉啦 香蕉是沒有幫助的嘛 我們現在要選沒有幫助的 沒有幫助 其他都是有幫助的 其他都是比較高單位的東西 藻汁呢 我剛剛是只有在香蕉跟藻汁 對 但是藻汁 他可以分析 他怎麼答案不一定會 對不對 吃行補行嘛 然後藻汁或香蕉 可是我覺得 香蕉應該是不太可能 香蕉是一個抗憂鬱的快樂果 所以你答案是 幫助健身 他蛋白質的補助 蛋白質跟頭髮有關係 早就沒有答案 你要討論到什麼時候 7 7 7 來 排 2 繼續來 李懿 5還是6 你要5是不是 6 你要6 你確定 你藻汁 不是香蕉 6 你確定 你講半天 香蕉 因為他 跟他健身人補蛋白質 頭髮是跟蛋白質有關係的 蛋白質過剩的話 頭髮跟指甲就會長比較多 所以你要選什麼 所以你知道要藻汁 我覺得應該是6 6是沒有幫助的 你怎麼知道 6是 你跟藻汁很熟嗎 因為他沒有蛋白質 他沒有維生素 他沒有什麼礦物質 他沒有 菊豪 瘋了 他在密封了啦 這個太難了 三個都要靠近 三個都可能會被噴 你答對就噴兩位 你答對就噴你了 怎麼可能 5 6 選1的體力 他選沒有幫助的喔 對火手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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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強喔 他們這個比較難喔 這個好難喔 但是看你們要舉手 你們真的舉了 所以你再加10萬 一變31萬 好難喔 好 好的 這也是不同的玩法 對 好厲害喔 為什麼藻汁沒有用呢 藻汁其實它 因為剛剛像Terry有講 那個你要長頭髮 最關鍵就是蛋白質跟維生素C 對 那藻汁它是有豐富的膳食纖維 它可以幫助你的腸胃促進 蠕動還有排便順暢 但是如果說這六種比起來 它的維生素C跟蛋白質相對的 沒有其他五種水果來得高 所以藻汁是對頭髮沒有幫助的 其他香蕉 鳳梨 木瓜 酪梨 蘋果都有 對 它們就有維生素啊 然後還有一些 像蘋果就有蘋果多酚 然後其他的那個酪梨啊 木瓜 鳳梨 香蕉都有一些 維生素C 還有維生素B群 對 都對頭髮刺激生長都有幫助 對 木瓜是有維生素C啦 對不對 那鳳梨有維生素C嘛 對 主要 而且還有是木瓜還有甲 如果我們缺甲 我們會脫髮 因為你木瓜你補了甲 你就比較不容易脫髮 對 少量元素 你看這種玩法也很刺激 就是他如果錯就繼續往下走 就看有沒有舉手 大家不舉手 他舉手 因為我剛剛前面在 他自己在糾結香蕉跟藻汁 我覺得 對啊 你剛剛語無倫次 恭喜三組了 三組有第一名就是江振愷31萬 我們 還有21萬的是何美 你們有18萬 第一名的31萬再加5萬 等於36萬 好高喔 接下來進行的是 決戰海盜筒 決戰海盜筒 連三組獎金都還滿高的 第一組的36萬請多 好高... 總共六題 來 用力轉 好 來 太太太先來 命運轉盤 GO 養生 養生 你養生不錯 新聞時事 我可以看 新聞時事 養生 自然 拍子 牙魚差一點 自然奧妙 來 請出題 章魚有八隻腳 但在海底 他會用幾隻腳來走路呢 A 兩隻 B 四隻 C 六隻 計時開始 確定這是第一題吧 對啊 怎麼有一點難 他有些散在比較外面 他會不會是用比較 會不會就是四隻或兩隻 我什麼 其實我有一個畫面 在看四足賽的時候 那個章魚哥在趴在那個 玉巨桿上面 選球隊 選球隊還是 對 好像是四隻對不對 還是六隻 因為另外兩隻就是觸手 然後拿來補花食物那種 反正你們想法應該不是兩隻 不可能是兩隻 不是不是兩隻 所以你預備好BC這兩道年 對 四跟六 淘汰掉兩隻 四跟六 章魚哥很久以前耶 八年前 我覺得四隻吧 五 四 四 四 三 四 二 四 一 請插箭 三 二 三 二 四 四 二 不對喔 天啊 那到底是幾隻 那就可能不會多了啊 那就不會再多了 應該就是六了 請插箭 三 二 兩隻 應該就是兩隻 兩隻 二 三 二 三 怎麼問耶 兩隻走路 科學家對章魚進行觀察 實驗的時候認定 章魚在水裡行進時 主要是使用最後的兩隻觸手 其餘六隻觸手 只是在補食 才會派上運場 在行進間是閒置的 沒有在動 只有兩隻在動 因此在工程上來說 章魚的八爪 有六隻實在是手臂 另外兩隻則是腿 那個魚就是腳人 跟人一樣 六隻手 第二題 請 用力 來 李懿來轉 來 命運轉盤 Go 養生 養生 養生保健嗎 對啊 來一個再 不要歷史吧 不要歷史吧 養生 還是可以 生活俱文 滿有趣的 請問粉肝和一般的豬肝 有什麼差別呢 A 沒放血 B 脂肪比較多 C 小豬的肝 計時開始 粉肝比較好吃 跟豬肝不一樣 粉肝的口感比較OK 很Q 對 我覺得應該就是 類似像脂肪肝的概念 真的嗎 對 你想嘛 鵝肝醬就是它 有時候還要再去注射 去把它打很多東西 它才會有那個油 不然一般的肝吃起來 但是沒有那麼的粉 對... 所以你說小豬的肝嗎 小豬那不一定要 大豬 中豬 小豬 老豬 肝應該都一樣 那你說沒放血嗎 基本上好像 不能沒放血 我記得在台灣的法規裡面 對 會臭臭的 豬肉絲應該是比較好 所以應該就是脂肪肝的概念 脂肪多 所以應該是餓了啦 應該不會有錯 一 請查見 請查 脂肪比較多 因為鵝肝就是不人道的養法 對 後來就讓你們不要吃鵝肝 它就是一直灌 一直灌 然後不讓它運動 你堆積脂肪就越來越肥美 所以鵝肝醬好吃就是這樣 對 平常吃的豬肝口感較硬 組織形狀也較為明顯 粉肝之所以能夠比豬肝粉嫩 是因為所含的脂肪肝 含量比較高 而肝臟中的脂肪 如果含量大於10的話 就可以稱之為脂肪肝 這脂肪肝的豬肝也 所以我們在吃它的脂肪肝 對啊 還吃得津津有味 真的 不是真的比較好吃 是冷盤嘛 對 然後清燙 然後加一點那個薑絲 鵝肝醬也是這樣 鵝肝醬好吃 也是養肥肥大大 對 都是脂肪肝 後來他被控訴說 你這樣很不人道 一直灌它食物不讓它運動 對 來 第三題 來 台主請轉 命運轉盤 GO 養肥了啦 衝動一下 養肥 養肥 都好啦 不要歷史就好了 對 不要歷史 歷史地理題 幹什麼 速食店的德萊肅 對開車族來說很方便 請問哪一個國家 甚至發明傳萊肅 專門服務開船的客人呢 A 俄國 B 挪威 C 泰國 傳萊肅 計時開始 儒威是比較多海 我記得在北歐國家 好像有的地方是沒有麥當勞的 對 那德國是 它沒有什麼水都嘛 對啊 它沒有啊 泰國有一個叫水門市場 對 有 對不對 德國沒有 有多腦河是流過 對耶 藍色多腦河是有流過的 它講的是 還是萊英河 萊英河 多腦河是類似歐洲的 傳萊塚 我覺得一定是多水的地方嘛 我原本本來是在想說 會不會挪威 可是那裡會不會太冷了 我跟你講 泰國最多的 我們印象最多 馬上傳在上面 對 水上市場 直接到上面交易 可是這種傳萊塚 它就不稀奇了 變成了 對 傳萊塚不稀奇了 是要發明 德國不是有一個 德國會不會太四區 會有一個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才是叫漢堡 德國的 完了 5 你接力前方 剩一把肩 3 快 5 這泰國 請插箭 3 2 1 2 2 2 有耶 德國 我就跟你講 泰國不稀奇了嘛 你還要插泰國 泰國有的都是船 全部是船 有什麼稀奇 位於德國漢堡市 義北河合辦 它有個叫義北河 在漢堡市裡面 它的麥當勞就在2015年 推出全球第一個 傳萊塑的服務 這裡的傳萊塑 在每年春夏全天後開放 只在冬天它不會用 可能冬天已經結冰了 對啊 冬天沒辦法 船路 一開始這裡和得來書一樣 是使用麥克風和喇叭 現場點餐 不過現在隨著科技發達 已經改APP線上訂餐 接著滑到碼頭就可以 已經訂好了嘛 就幫你為顧客送餐到船上 對 這很方便 好 第二組 21萬 請就位 謝謝 第一組21萬 好 來 請 來 新文10次 新文10次 自然奧妙 新文10次 自然 生活俱文 生活俱文 請出題 當民家也會有沒靈感的時候 請問愛迪生在睡覺的時候 都會拿著什麼東西 來增加自己的靈感呢 計時開始 睡覺的時候 要拿著什麼 拿著什麼東西 睡覺 橡皮擦嗎 湯匙 麵包 湯匙 麵包 麵包應該不太多 因為拿麵包就吃掉了 對啊 麵包不會軟掉吧 而且怕老鼠會不會跑上來 對啊 我知道了 會不會是橡皮擦 因為我們學生時代的時候 在思考的時候 不是喜歡轉筆啊 或是什麼這樣 對 然後我就喜歡手上這樣玩 像文具的感覺 通常寫稿的時候 應該也是用紙筆在寫嘛 對 橡皮擦 那個時候就有橡皮擦了嗎 因為他在思考 他在想東西發明的時候 應該 如果我會拿麵包 那想必他一直是水胖的體型 對 感覺好像不是 5 4 3 2 1 請插劍 還有一把劍 我覺得是湯匙耶 來 為什麼 然後麵包就散掉了 請插劍 你麵包就不要的嘛 對啊 因為我 我覺得又可以 請插 湯匙 好像已經是湯匙耶 好 相傳愛迪生需要靈感的時候 都會用一個奇怪的方式睡覺 可能睡覺會有靈感 但是怎麼入睡 拿著會有靈感 手中拿著像湯匙那種小東西 一旦真的漸漸入睡 睡著 小東西滑落在地面 瞬間撞擊那聲音 它吵醒之後 它就立刻繼續為自己工作 這種情況之下 是有科學根據的 因為大腦會在這個時候 情況進入第一階段的睡眠 但不會再進更深層 科學家發現這種 持有幾分鐘的睡眠 藉於清醒與深邃 半夢半醒之間 被稱為N1的意識朦朧階段 真的是可以激發創意 好酷喔 我有聽說過 好像有些歌手在寫歌的時候 他們在半夢半醒之間的旋律 會特別的 就是已經 迷流了情況 可能那時候靈感會特別多 看到另外一個世界進來 所以有的人不能這樣 就靠別的東西 他要把自己拉到那個 要脫離這個現實 你才能天馬行功 寫劇本的也好 創作音樂的也好 好 還有一把劍對不對 還有一把 來 請 你轉 好 命運轉盤 走 不要 你不要送我去聞好了 新聞 不要歷史地底 新聞 拜託新聞 新聞 自然奧妙 可以 自然奧妙 請出題 請問夏列哪一種動物 其實很會爬樹 甚至還不會怕高呢 A 水豚 B 鱷魚 C 河馬 這三個都能爬嗎 對啊 什麼 好難想像 水豚是那個水豚菌嗎 就是那個 在宜蘭有一個水豚菌 長得像豬魚 我覺得有可能是水豚 大老鼠 我猜是鱷魚 因為鱷魚它至少是兩棲類 然後它 不怕高 對 兩棲類的話 代表它也有一半是陸地的 供養那個 有生存能力 那為什麼它會爬 因為它在河裡比較有優勢 那河馬我覺得不太可能 所以我先刪去這個 對啊 那就是鱷魚或水豚 應該是河馬 應該釣不到手 它爪子沒有 對 而且它那麼大一隻 它八手 對啊 爬樹 應該有爪 所以應該是鱷魚 因為鱷魚它的水有爪 對啦 鱷魚啦 三 二 一 請 插劍 三 二 三 一 奧魚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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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田納西大學研究的人員 在澳洲 非洲 以及北美洲觀察鱷魚 在觀察的過程當中 發現鱷魚不但爬樹 爬上四公尺高 還能沿著一旁的樹枝 爬到五公尺高 不管是爬陡峭的山坡 或爬樹 本質上是差不多 只要樹枝看寬度 足夠鱷魚爬行的話 對它能講一樣的 都沒問題 而垂直攀爬的能力 也可以用來 衡量鱷魚們在陸地上靈活性 同時也認為 透過爬樹 鱷魚可以再調節體溫 並獲得更好的視野 來 第三題 第三題 對 我們不能再參與意見了 好 行命運轉盤 請購 來 都是簡單的 生我去玩 先玩十四 生我去玩 先玩十四 生我去玩 先玩十四 生活 不要練習 人 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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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文學多一點 文學語文 請出題 成語 人盡可敷的由來 是誰對誰說的話呢 A 媽媽對女兒 B 丈夫對妻子 C 大誠對寵妃 計時開始 我的天啊 我連人盡可敷 都沒有聽過了 我聽過 但是不知道 怎麼會用到這句話 我覺得不會那麼單純的 就是看到夫字 就是妻子對丈夫 我們先刪掉中間來的 就是A跟C在選 大誠對女兒 媽媽對女兒 兩個都是女生的話 應該就不會用到 孵這個字吧 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大誠對寵妃 好 那我們就先C 好 可以吧 好 我們要安全感 4 3 2 1 請插件 媽媽對女兒 還媽媽對女兒 講這種話 好難喔 什麼意思 人盡可夫就表示他很亂 你知道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 對 就當你先生了 你每個人都可以睡 就是你好 怎麼會這樣子 人盡可夫出自左轉 春秋時代時 鄭國的大臣 祭仲 專權跋扈 鄭立公想要藉由 祭仲的女婿 叫永久 永久 把她除掉 永久的太太知道後非常為難 就問母親說 丈夫和爸爸哪一個比較重要 母親會想說人盡夫也 父一個而已 就是說你丈夫可以隨時選 但爸爸只有一個 你當然要護爸爸 對 天下男人都知道 可能成為你的丈夫 但爸爸就只有一個 你當然要護爸爸 他知道後就向爸爸告發這件事 造成丈夫就死亡 這句話就轉變我們現在的意思 就現在講不是講這個故事 是講說你真是荒誕 好像誰都可以 你每個都可以 人盡可夫 每個都可以當你先生 你這也睡 那個也睡 對不對 說這個衰變的人 對 那男生呢 人盡可親 好 唉唷 主義犯人 不要默契喔 坐下一下 來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力 來 好 謝謝我們送您的歡樂 送您的無限 藍牙耳機 百夫掌旅行箱 打開衛視中文台 歡樂亮起來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影片內容喔